一花以世界,一叶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成年的世界从来不是那么容易 生活对于任何人都是 熬不住就出局,熬得住就出众 也许每个人在意到挫折时 都会有莫名其妙的困惑 面对事情的无能为力呢 也会有莫名的失落 生活中尽管没有太多的称心如意 很多事情都没能按照你的想法那样发展下去 去放弃或许很舒服 可最后痛苦的是你的下半辈子 理想总是很丰满 现实却向来都很骨感 虽然努力不一定会成功 但努力的个人一定不会太差 没有谁的心态天生就是坚强的 只不过找到了释放压力的方法而已 当你累的时候请记住这几点 一,减少与人攀比 看过这样一则预言故事 有一天王子独自到花园里去散步 他惊奇地发现园中一片荒调 原来橡树由于自己没有松树那么高大挺拔 因此轻生厌世 死去了 松树又因为自己不能像葡萄在架上 不能像桃树那样开出美丽可爱的花朵 于是也死了 因为他叹气自己没有紫丁香的芬芳 其余的植物也都垂头丧气 美精打采 只有一棵小小的心安草 茂盛地生长着 王子问 小草啊 为什么你这么勇敢乐观 毫不沮丧呢 小草回答说 王子啊 我不灰心失望 是因为我知道 如果您想要一棵橡树 或者一棵松树 一串葡萄 一株芊牛花 一棵紫丁香等等 您自然会叫园丁把它们种上 而我知道您对我的希望 就是要我安心地做一株小小的心安草 心安草因为安心地做好一株小草 而长得茂盛 小草也自有其独特的魅力 在现实的生活中 激烈的竞争 会计做的生活 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 强烈追求的物质生活的欲望 给人们增加了无形的压力 看着身边的人都在追求 高品质 更完美的生活 为了能够不输对方 整天都在马不停蹄地忙碌着 仿佛生活越忙碌 心里面就会越踏实 人之所以会感到 因压力带来的心累 在于攀比的太多 不是我们拥有的太少 而是我们想要的太多 不要看到别人过得很幸福 自己就有种失落和压抑感 其实你只看到别人的表面现象 或许他过得还不如你快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 适当的攀比会让你上进 过分的攀比却让你迷失 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东西 不完美其实才是一种美 任何人心目中 都有些自己才能够理解的东西 千万莫用他人的繁华 模糊了心里的追逐 麻木的攀比不会带来快乐 我们应该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走属于自己的道路 相信人生总是越努力越幸运 二 放慢脚步在叙事待发 在这个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时代力 大部分人为此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有时感觉很疲惫 有时感到很迷茫 有时甚至忘了自己为什么奔跑 但还是在咬牙坚持 始终不言放弃 因为所有人都在路上狂奔 谁也不甘落后 谁都想最先抵达梦想的山巅 殊不知人生是一场马拉松 没有人是从头重到尾的 有时放慢脚步不是停止不前 而是趋势待发 是为了有更充足的力气奔向终点 草木荣枯 冬去春来 人生之境界决定了一个人的视野 当我们把人生看得慢一点时 所有的东西就成了画面 而不是眨眼见得生离死别 有时我们观察人生犹如跑马灯 虽然跃进繁华 但却没有拼到各种滋味 人有着耳 眼 鼻 手 舌 这意味着我们能够感受到人生多样 其实即便是同样的一个生物 用不同的方式去触碰带来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需要我们去自己去体会 只有对人生体会更深 我们方能够更了解世间万物 对于人生我们要看淡些 方慢些 这样才能忘记时间的年轮 完成自己的所有计划 当我们垂垂老矣时会发现 先前所有的明争暗斗与恩怨情仇 已经全部都不重要了 与其将那些时间这般浪费 还不如停下脚步 站在阳光下 或浴血中 慢慢感受自己的变化 所以说 你想要拥有美好人生 我有慢一点才能感受得到 时间对我们而言 它既没有快一分 也没有慢一秒 当我们的心境是什么状态 它就会给我们什么样的人生 王小波曾说过 一个人只拥有此生 此世是不够的 他还应该拥有失忆的世界 所以 当你累了的时候可以停下来 试试这样做 给自己做一顿美味的大餐 找一个闲暇的周末 重新布置一下房间 也给自己换一个心情 放点清音乐 好好洗个澡 早睡早起 第二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有条件着可以来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 暂时忘记生活中的琐事 和工作中的烦恼 释放你的压力 用旅途中的快乐 让自己满血复活 梦想需要实现 但是更需要一步一步的前行 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 当你累的时候 要适当放松休息 然后再整装待发 三 成功的道路没有捷径 在于再坚持一会儿 曾在网上读过这样的一句话 投往成功的道路 恰恰像马拉松赛跑一样 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 才能够成为胜利者 简单一句 道出了努力的真实意义 过程虽然很累 坚持也不一定 给我们带来成功 但至少我们知道了放弃 就永远到达不了终点 从打造红打集团 到背叛武器徒刑 中国岩草大王 楚石剑曾跌至谷底 但那2002年保外旧医 74岁携旗种成 让世上多了一种 叫楚城的水果 也让自己再次成为奇迹 楚石剑说 不少20多岁的年轻人 跑来问我 为啥市总做不成 我说你们想简单了 总想找县城找运气 靠大树 没有那么简单的事 我80多岁还在摸爬滚打 我们习惯一把事情想得简单 而激情四射地 想以最快的速度 实现自己的想法 但太用力的人反而跑不远 用力过度 会让人不自觉抱有更高的期望 从而对于挫折和失败的反应更强烈 心理负担时的一个人 要花大量的精力 与自己的负面情绪 做斗争 他这个世界并不会因为你的自我感觉良好 或委屈难过 就轻易地给予回报 努力不应该是某种需要 被时常觉知的东西 意志力是短期内会用完的精神能量 真正坚持到最后的人 靠的不是激情与刺激 而是恰当好处的喜欢和投入 当坚持不再成为需要言语强调 或者外部激励的行为时 就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这就变成了习惯而不是负担 走得远的人 坚持到最后的人 才算是真正的成功 从一无所有到赚大钱 成功人士用了多少年 马云的第一次创业是开翻译社 他用了三年才做到不亏钱 而接下来他继续创业 从赚小钱到赚大钱 他用了十年 刘强东第一次创业是开餐馆 结果失败 负债累累 不得不去外企工作两年 才还清债务 接下来他带着一万多块钱 在中关村创业起步 卖光碟 三年后开始步入正轨赚钱 逐步成立的惊动电商 再说说股神巴菲特 巴菲特曾说 我从不打算再买入股票的次日就赚钱 我买入股票时 总会先假设明天交易场所就会关门 五年之后才又重新打开 恢复交易 并且告诫投资人 任何一档股票 如果你没有把握住能够持有十年的话 那就连十分钟就不必考虑持有 撑不住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声 我好累 但不要轻易地在心里承认我不行 人之所以会心累 就是因为常常徘徊在坚持和放弃之间 举起不定 想要享受成功带来的一切美好与欢乐 你只有承受了这种困难 你才会因这些而收获另外一种心境 别人所无法看到的美景 翻山越岭 你才能够独领风骚 二者相辅相成 少年的世界从来不是那么容易 生活对于任何人而言 不过就是熬不住就出局 熬得住就出众 不怕你努力 就怕你放弃 其实每个人 个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 谁都不比谁容易多少 欲戴王冠 必成其中 人前的光鲜亮丽的背后 都是咬紧牙关的拼搏和努力 虽然我们知道 除了努力我们别无选择 但是在前行的路上 我们还是需要少一点攀比 给自己多一点喘息的时间 适当地释放压力 无论你曾经遇到 或是正在经历这个时间段 请不要地轻易放弃自己 终究有一天你会明白 当初以为撑不过去的事情 总在不知不觉中度过 当你回头来看看 曾经走过的路时 这何尝不是一种强大 当你累的时候 别轻易放弃 因为生活从来不会刻意亏浅水 它给了你一块阴影 你要坚信在不远的地方 终会有阳光 等着你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